ICS 9 S 就像我之前講的,AC0S的Periodon 實際上也是有一些數學理論可以證明它是一些收斂性 但是這個證明也是在確保它們之間的差異不會太大的狀況之下 前面看到中间的Hugwall的演算法 它真的是厉害的地方,其实还不是在Asynchronous的地方 它真的厉害的地方是要做Lock-Free 就是说,我今天万一大家同时要冲突 比方说你的Worker-1,Worker-2 你读的资料也只是读这边的资料 在你写的时候可能会有冲突 一般的时候要冲突的时候,你会要用一个所谓的Lock 所以你们在作为系统里面就会有学到各式各样的Lock 什么红啊,一些其他的不同的Lock 让你读写的资料冲突的时候,你不会出问题 谁先写,谁后写,谁后写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Hugwall的演算法告诉你说,其实你也不要Lock 这个有Lock跟没Lock,结果差不多 结果差不多的意思又说什么东西呢 比方以这个例子来讲,假设我的Worker-2,Worker-1,Worker-3 同时要写这笔资料 现在的硬体其实没有办法guarantee到最后是谁会写成功 可能是Worker-1会写成功,可能是Worker-3会写成功 只要有一个人写成功的话 写成功的意思有可能是Worker-3先写 然后又被Worker-1盖过去 这个东西就是会有冲突的问题 不论谁写成功都可以 Hugwall告诉你说,你只要满足一些条件底下 整个Asequence的HD还是可以去收敛的 这一次的论文,就是你们的期末论文 我大概稍微看了一下 有很多同学还没有教 所以请赶快教一下你们这个论文的标题 大部分同学有教,我看一下大概有60个同学教 有30个同学还没教 所以请还没有教的同学,赶快解写 不然你们这个期末的时候 没有办法让你们报 paper 你们这个成绩会损失很多 所以赶快帮你们把题目交上来 那另外呢,你们这个期末有些题目有些有冲道 冲道的意思就是说有好几个同学写 看一样的这个paper 我会帮你们安排再一组 但是我会advise你们也许 看一些不同的这个paper 这样子大家在一起看的这个 paper的量会比较多一点 那其实有些paper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这种 survey型的这个paper 其实也可以想办法把它拆一拆 所以我会看那个paper的这个size 然后给大家一些建议 然后还有一两个同学是你们看的这个paper 算是很经典的paper 但是年代有点太久远 年代太久远的就 什么叫年代太久远的 有一个是2015年的这个paper 都对我写说这是有点太久远的 这样要重新找 然后有一两个就是可能是这个 2007年或者2008年的这个paper 就请就是找 我觉得你们找的方向都很好 但是就请继续去找一些比较新一点 因为其实在这个领域的进展非常快 那这个Hawar的这个paper呢 是大概是2012还是2013的这个论文 如果有人要看这篇paper的话 我可以让他就是期末的时候 来报这个paper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有谁想要去报 Altimizer相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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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文 其实Altimizer在这个所谓平行里面 是一个非常平行的 Distributed learning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关键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分类 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在讲 Distributed learning里面 的一些这个分类 我们刚刚有讲过 有所谓的这个Data Parism Model Parism 然后呢在所谓的Data Parism 里面我们又分了所谓的这个 Synchronous 或是这个Asynchronous 那我们现在呢 接下来呢再去分一个东西呢 叫做Centralized和Decentralized 那Centralized和Decentralized的这个分法呢 事实上是从这个具体的系统来看 到底呢 你的训练过程中有没有一个主要的一个Server 它是来整合大家的意见的 然后呢 所以Centralized和Decentralized 跟Synchronous和Asynchronous 两个东西事实上是平行的 就是说这个你可以是 这个画的这个四张图呢 告诉你 A呢是Synchronous 然后呢是Centralized C呢是Asynchronous 但是它是Centralized 所以中间呢 有画一个这个橘色的框框写 Permitted Servers呢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Centralized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有个这个Permitted Servers呢 同管的所有一切 你所有的这些Walker呢 其他人呢 都要跟这个Master的这个Node呢 来做回报 然后呢 来去做这个Update 那Decentralized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Permitted Servers 这样的一个角色 不是没有一个MasterNode的一个角色 所有的这个Node呢 都是彼此是相同的 但是呢 你要去做这个所谓的 彼此的沟通的时候呢 就要靠着一些这个机制 所以Decentralized 你也可以是Synchronous 也可以是Asynchronous 所以这四张图就告诉你这四种可能性 那 如果你是Decentralized的 没有中间的一个Permitted Servers的话 你就要想办法 就是 跟大家讲说 这个 这个 我做完了 我目前现在的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然后中间呢 透过了一个这个 沟通的方法叫All Reduce 首先透过一个沟通的方法呢 叫All Reduce 我们先从Centralized的这个 东西来看 叫Permitted Server Permitted Server Permitted Server呢 顾名思义就是我今天呢 就是暂存这个 所有的这些这个参数 底下呢 你可以是说 我有这些 不同的这些机器Node 算完之后 然后呢 我去跟Permitted 报告说 我算完了 请把下一笔资料给我 然后呢 他就去做这个scheduling 他会去安排说 目前的这个状况要怎么样 什么时候该停下 什么时候呢 你可以去做 或者说呢 我现在有一堆的这个资料 你可以拿多少份下去做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呢 Permitted Server呢 可以做这样的控制 那当然这个东西 并不是这个概念性的 就是说 你虽然是 好像是只有一个server 但是呢 当你的这个 例如你算弄得越多的时候呢 你的Permitted Server呢 会变成所谓的buckle neck 就是你今天 只有三个人一起做的话 一个这个小主管管三个员工 这个非常开心的 这是可以一个一个 跟他们讲说要做什么 但是呢 你如果今天一个主管呢 要管三百个员工的时候 就会出问题了 因为你根本 没有办法跟这三百个员工 一个一个讲话 所以这个三百个员工 或是像你的这个 同学啊 这个每一个都跑来跟老师讲话 你班上九十个同学啊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去 handle 你这个事情 所以呢 如果说当你这个 这个也是会有这个 TuneScape 的问题 当你有这个现象的时候呢 你会有比较复杂的 Permitted Server 这时候呢 Permitted Server 就不是只有一个机器 以这个下图来讲呢 你有可能会是一个 所谓的 Hierotical 这个 这个 情形 有三百个这个员工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是十个人一个小主管 然后呢 接下来 在这个 十个人一个小主管 所以呢 你可能要分好几层 这个 在接下来 这个中主管 是管理这一百人的 最后 这个 这个 大部分管 就是管理这个三百人的 这样 你必须要透过 这种 所谓的这种 Hierotical的这个方式呢 你才有办法 去 看一下每一个的 这个 这个 管理好每个的事情 当然 等到你的这个 量越多的时候 你的Hierotical 越深的话 你的那个 速度啊 就会变慢 你整个这个速度 就会变慢 所以其实这是个 一方面呢 我们希望呢 透过Dunerode 来做到平行 第二来加速整个训练过程 但是呢 等到我们底下量太多的时候 实际上 啊 我们会出现所谓的这个 这个Pervorcer Bottleneck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 scale的一个 架构会 最适合 这种平均的训练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 有趣的一个 research的问题 有趣的一个 research的问题 好 那这个呢 是这个 Synchronous的 或A-Synchronous的 这个Pervorcer server 的一个状况 如果是Synchronous的话 你的这个 所有的人 都要同时呢 去跟这个Pervorcer server 来去做update 你如果是A-Synchronous的话呢 你有可能呢 甚至你是可以跟 不同的这个 这个 这个 Node 就是不同的Node 之间呢 你的沟通方式 可能呢 比方像说这个 P等于0 这0的时间 然后等于1的这个时间呢 你的这个Worker 的ABC呢 其实完成的时间 各自不同 那没关系 这Pervorcer server 就是 会把这不同时间的这个 资料呢 去做统合 那 Y轴是时间轴 这个S轴呢 是代表是这个Worker的 这个数量 那我接下来呢 再讲到这个 所谓的 decentralized的训练方式 所谓的 decentralized的训练方式 也就是说 今天没有所谓的 perimeter server 今天呢 就是 这个 这个 像你们这个小组讨论 没有一个小组长 或者是不像我们这个上课 有一个老师在台上讲 你们之间 分散下去 你们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 17天怎么办 你就会有一个 需要 有个这个东西叫 all reduce 就是我有一个这个 资料我要告诉所有的人 然后呢 我同时要怎么样 收集到所有人其他人的 这个资料 以这个图来看呢 假设呢 我有四个这个parsetor 然后呢 我照颜色分 每个都有这个四笔的资料 然后我最后呢 希望收到的 资料是什么呢 像parsetor A 所有的这个 16笔资料 我都要有 parsetor B 也是 第二个parsetor 我也是所有的这个资料 都要有 所以最后结果是 要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东西叫 all reduce communication 是在 分散式学习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 operation 因为呢 它等于是dominate了整个这个communication 就是整个这个performance 的一个bottleneck OK 怎么做 怎么做 演算法有很多 但是 这介绍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最 不能讲最经典 就是 现在最常用的叫做ring or reduce 就是 这个叫做ring or reduce 你也许看这个图呢 看不是非常的清楚 我们看下面有没有这个动画 这动画一开始就是各自呢 各有各自的一个这个data 那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呢 大家都把这个自己的编号的这个资料往外送 processor1 processor1就送1 processor2就送2 processor3就送3 processor4呢 就送4 那接下来在下一步的时候呢 processor1呢 因为他前面呢 有收了4了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4的这部分呢 往外送 把他自己的4 还有processor4呢 往外送 那processor2呢 也是把他收到1 还有他自己的1呢 往外送 然后接下来就不断的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这个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接下来呢 又收到这个3 所以呢 接下来 processor1呢 都会把这个 拿到的这个 3呢 包括是processor3 processor4 还有他自己的这个3呢 往外送 那经过了这个4个回合之后呢 就所有人都可以拿到所有人的这个资料 这个叫做Ring orReduce的这个演算法 那这边画的可能比较看不太懂 不过 下面这个图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 好 我们啊 先暂时休息一下 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没有的话 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之后呢 再去讲一下这个Hardware solution 这个是 我们这门课的惯例 这个 软体讲一讲 要来讲一下硬体 因为整个系统就是 有硬有软 OK 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 好 那个 我刚稍微就是 再补充一下这个Ring or Reduce 为什么大家现在会变成是一个 嗯 很热门的 这个O Reduce 的一个方法 那原因是因为呢 第一个 它的接线数很少 也就是说呢 我的这个 这个 Hard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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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switch啊 这个switch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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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O2O 啊 非常简单啊 啊 但是呢 你这个 你在上层的时候呢 所以这个Ring呢 这个架构呢 啊 这种网络的这个 这个 可能是一个所谓的 Overlight Network 也就是说呢 不管你底层呢 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架构 我们待会呢 会去看几种的这种啊 在Data Center里面 常看到的一些这个 网络的这个 这个 这个架构 那但是呢 你总是可以在上层的时候呢 想办法呢 就是 刻画出来说 我就是要把这个 Node1 接到Node2 Node2接到Node3 Node3接到Node4 然后呢 因为呢 我的Node1呢 只对Node2送东西 所以呢 我的这个communication呢 可以很快 因为呢 我一开始建立好这个Channel之后呢 我就只要送就好了 如果说呢 我今天呢 是要这个 Project1 要送到这个3 要送到4 这个对外的这个线很多的话 那你的这个 每次传送的时候呢 我叫 这个Channel数就很多 然后呢 每次的这个 这个communication 就 就会很慢 光是 跟content switch来 换来换去的时候 你市场就会很慢 那第二个呢 其实呢 这个虽然少少Link 你可以发现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 Node非常Balance 也就是说我每个回合呢 每个这个Link 送的这个时间都差不多 所以呢 我这个 第一次大家都只送一个 一笔资料 第二次就送两笔 第三次就送三笔 第四次呢 就送这个四笔资料 然后呢 每个这个Link的 这个防茅的程度呢 也都差不多 所以呢 对于这个Link来讲 Link本身也是一个 Resource 计算的一个 这个Resource 那 它也需要做Low Balance 它也需要做Low Balance 所以呢 你这样子的一个 的Oreduce Ring Oreduce 的这个 演算法呢 你可以确保 让每个Link上面呢 的这个BZ的程度呢 都差不多 然后呢 彼此要做这个 协调的时候 要做Signification的时候呢 可以比较容易一点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既然呢 在这个 所谓的Perole 这个Learning裡面 Communication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这个关键 那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来加速 我们刚才看到的呢 可能是从 演算法上的一些 这个加速 但是呢 在这个 Power这边呢 到底有没有什么 一些这个 方法 我们也是可以用来去 加速它 这样 OK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几个 我们比较常在用的 就是说 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PCI的 这个Architecture 那PCI的Architecture呢 就是 你在你的电脑上 你会分这个所谓的 这个 南北 南 南桥北桥 这个 Upper的这个 这个 Stream 和Dumstream 你会有这个 这个 这个 比较快的这个 device 和比较慢的是 PCI呢 就是 PCI呢 就是一些比较快的 这个 这个 装置 那你和传统的 这个Bus 不一样呢 是因为什么东西呢 因为呢 PCI呢 它是一个Tree的架构 因为Bus 是大家 所有Device都接上去 它所有Device都接上去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会 有Collision 就是你会 重来重去 所以你会重来重去 但是呢 你如果把它 接成是一个Tree的架构 或是说 你有这个 其他的这种 调节器 来做的时候呢 你这个 Collision的这个状况 就会少得多 Collision的这个状况 你会少得多 这是PCIe Express的 刚刚是PCIe 现在是PCIe 那它呢 不但就是 你是 不是这个 Bus的架构 它甚至是点对点 是RKK 你是 某一个Node 接到某Node 然后你之间的 这个Communication 到底可以做到多快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 因为 为什么会讲这些事情呢 因为你现在的这个GPU 或是这个加速器 大部分都是插在 所谓的PCIe的 这个Link上面 所以你如果可以把这个东西 变得很快的话 光是你的 所谓的 这个CPU里面的资料 要去传到这个 GPU上面 或是 GPU呢 彼此呢 要互相传资料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变得 这个速度呢 就可以变得快很多 那当然这个事情啊 就是我们 前面在讲 这个CPU 计算的这个速度 不断在增加 当然你的这个 所谓Link的这个 performance 也不断在增加 那所以呢 光是PCIe 它本身就是 会有不同的一个 这个 版本啊 啊 啊 Generation 1 Generation 2 啊 这个 所以你现在可能看到的 就是这个PCIe Gen 3 Gen 4 这个 这个 之 vậy 啊 那我们通常呢 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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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double的数量来成长 每次double的数量来成长 也感受一下这个速度 每秒可以传递这么快 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跟其他的link来比较 比方像我们会跟easonite来比较 我们会跟所谓的这个来比较 就是你今天要把资料传出去 你有可能是在你的同一个node里面 有四张GPU卡 它本身的鼻子要复传 你可能通过PCI1里面来复传 其实过去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办不到呢 因为就是你还要透过CPU来去做 因为你的这个搬资料呢 所以这个一张卡要到第二张卡的时候 你要透过这个先搬到CPU这边的记忆体 然后再搬到从CPU的记忆体 再搬到这个第二张卡 现在有些这些技术可以让你去省掉这个步骤 好这是PCI1的link的performance 我们先看一下大概就是 然后我们现在大概比较买得到的 大概就是这个 券3或券4的这个版本 那NVIDIA呢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 它是一个做GPU的一个公司 它做这GPU呢 本来是就是做显示卡 但是后来呢 就是发现在AI计算上也很好用 所以它后来出了很多这个卡呢 是在做这个AI的计算 加速器 那它做一做呢 它也发现一个问题是怎么样 这个GPU呢 它有一些弱点 它的弱点是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记忆体呢 是在它卡片上 它记忆体卡片上的记忆体呢 实际上呢 有限 有限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只有这个12G 12G很大啊 这个 那像我讲的 你要塞一个model 你要塞复杂一点的model 你塞不下去 所以你要想办法 这个这个 把一些这个 多几张卡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那你多几张卡一起来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这个 这个网络哦 就是你的communication 会被卡住 你的communication呢 会被卡住 所以呢 然后目前的PCIe呢 它是 这个标准的制定呢 不在这个MVTR这个公司上面 所以他们自己 开发了另外一套的 这个 用和这个PCIe对抗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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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MVLink 他们自己的 做了一件事 好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呃 号称呢 就是比这个 PCIe3 快十倍 PCIe3 如果我们看是这个 四通道的这个东西的话 是在 大概4GB 所以在40GB的这个状况 已经比这个 未来版本都还要来得快了 所以看一下这个 那他们呢 后来呢 但这个东西就是 变成是要客制化 所谓客制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去买主机版 上面不可能随便就有 MVLink 你要去买 有MVLink的主机版 就等于像你要去买他的这个特别 特制的这个机器 啊 这特制的这个机器呢 啊 那么后来就 卖的很贵 一台呢 大概500万 哇 这个 这个 啊 但是呢 这个还是很多人买 啊 所以啊 第一代叫DGS1 然后呢 第二代叫DGS2 然后啊 它里面的这个网路的接法呢 它比方说呢 它的DGS1里面呢 有8张卡 0到这个7的这个GPU 那它里面的接线的方式呢 是靠着所谓的 啊 这个黄色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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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啊 所以呢 它有这个40GP的这个事情 然后它会有这个啊 啊 啊 也有传统的这个PCIe 然后来去做这个这个GPU本身的这个沟通 啊 QPI的这个这个红路 啊 GPU之间的这个沟通 所以它这个PCIe的这个处理取它还是必须保留的 因为呢 啊 它可能是特别做了一个事情呢 然后GPU之间的沟通可以变快了 啊 绕过了这个PCIe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架构 那你看黄色这个线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黄色这个线呢 到底是什么 什么啊 什么架构呢 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结构 但是看起来不太一样了 这东西呢 事实上叫做Mesh和Cube Mesh加Cube 啊 什么叫Cube呢 啊 我们呢 就是定义一下什么叫Cube 啊 如果这个点的话呢 它没有什么啊 好做的 啊 但是呢 你呢 啊 如果两个点的时候呢 你就把第一个点复制 然后呢 把它连接 好 那 Hypercube呢 这个概念的 接线的概念呢 就是我一次呢 就是要double 我现有的这个Node的数量 所以呢 啊 一个点变两个点之后呢 现在两个点要变四个点 那两个点要怎么变四个点呢 啊 我的接法就是 啊 把它复制一份 然后复制的相同的地方呢 再把它直接接线啊 所以呢 0呢 就接到10 1呢 就接到11 那再接下来呢 我要怎么去 啊 再变大呢 啊 因为我现在有四个点 所以呢 我在接下来就有八个点 啊 假设有八个这个卡的时候呢 我要做的事情就像这样子 啊 把它复制一份 然后呢 把相对应的点呢 复制出来相对应的点呢 去把它连线 啊 这东西呢 就很像是cube 啊 立方体这样子 所以呢 刚才从这个点线 面啊 啊 体啊 出来了这样子 那再更高维的话 怎么办 如果说我今天是 啊 这个是3D的hypercube 我到4D的hypercube 到底怎么办 这个有点超出想象 不过没关系呢 我们有公式可以做 所以呢 做法就是 我去把 3D的hypercube 这个复制一份 啊 然后呢 把相对应的点呢 把它连接在一起 相对点连接在一起 这就眼花撩乱了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4D的这个 这个 hypercube 它的接线呢 就接成这样子 那 所有这些的 这个接线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希望呢 我接的线越少越好 但是呢 我希望 点到点之间的这个 这个沟通呢 就越快越好 所以这个 彼此是有一些 冲突和矛盾的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你要接的最快的方法 这个这个 就是每个点 它每个点都接一条线 但是你的这个 接线的复杂度 就非常的高 然后你要增加一个新的点 就变得很复杂 但是呢 如果是我是用这种的方法的话 像我们一开始用讲 Ring的话呢 你加一个新的点 你只要多接两条线 你的这个 或多接一条线 你的这个HIGHER CUBE呢 就是你多加一个这个 点的话呢 多 多 上去一倍的话 你就是多了这个一倍的这个 接线的这个量 好 这个东西呢 在做Routing的时候 事实上有它的好处啊 这个是这个 你可以直接从它的这个编号 你就可以直接知道 要往哪边绕了 然后呢 这个是 里面的一个这个公式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呢 你不用这个 这在入Routing的时候 比方像说呢 我今天呢 这个 四维的 HIGHER CUBE 我101要送到这个 0110 0100呢 到底要什么做呢 我事实上 我可以想办法呢 去把每一个这个东西取Comprimment 然后到最后呢 可以到另外一个这个 可以回去试试看 这个 Routing的这个演算法 你不用特别的 有像这个 过去建什么Routing Table啊 你只要 follow一个这个演算法 你就可以直接 送到你的这个目的去 好 那一个变形呢 其实呢 这个是数学上 很奥妙的这个地方 叫Mobius Cube 所以呢 你可以去 稍微把这个 HIGHER CUBE 稍微 TWIST一下 所以这个是这个 Mobius Ring Mobius Ring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什么吗 你一个纸条 接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接着一个环 你把它 转一下 再黏在一起 就变成所谓的 这个 Mobius Ring Mobius Cube呢 你不要直接 就是接下面 你稍微把它 TWIST一下呢 就变成是 这个Mobius Cube 那 这个有什么 好处呢 如果你这样接的话 就我们稍微看一下 你的接法呢 就变成这样子的 这个情况底下呢 你的Routing的 这个最长的那条路呢 就会比HIGHER CUBE 还要再少1 就是比HIGHER CUBE 还要再少 所以这是一个 很神奇的这个事情 好 这个数学的这个部分呢 有兴趣的人 可以自己去看 那第二代的 这个 DJS2呢 这个我们刚刚讲了 NVIDIA 它除了DJS1 卖了这个机器之后呢 这个卖得很好 所以很快又推出了 第二代的 然后呢 这个当然它的这个 skill要变大 变16张卡 那它的这个状况呢 就不太像 这个接线的方式呢 就不太像是我们刚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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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接线的接法 那这接法呢 有点 我们待会看 有点像 Fedtree的这个接法 所以有点是反过来的 这个Fedtree 所以呢 它多了什么东西 它12张卡呢 它分成两个部分 然后呢 中间用switch 然后这switch呢 再想办法呢 比起来连接 所以这个 每次呢 要跟其他人在连接的时候呢 如果在同一边的话 你要经过两个hub 如果在不同边 你要经过三个hub 感觉上 虽然比较 多 但是呢 你的这个skillability 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skillability 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好 那刚才讲的是 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是 主机板上的 就是同一个Node 里面的接线 我们现在要讲 不同机器 跨台之间的这个接线 跨台之间不同的接线呢 当然现在的主流 就是所谓的Ethernet 我讲主流 就是一般的 你们实验室 买得起的 这个Ethernet OK 那Ethernet呢 用了呢 就是所谓的Ethernet 它实际上呢 已经有变得非常多了 就是你说 从过去的802.0 大概去过一个的标准 一直到这个 最新的一些标准 因为什么东西呢 因为线材的不同 接线的这个不同 等等 所以它有不同的这些这个标准 然后呢 有它的这个速度呢 有变 所以你去看一下它的这个速度 连线的这个速度 大家讲一下 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DPS 和前面的那个 不太一样 这个东西要再处理8 这是一个bit 这是bit per second 那前面是一个byte per second 所以这个数字呢 如果要和前面的呢 比方说你要和这个 和什么比啊 和这个 PCIe比的话 你的这个 这个数量要再除上8 这样 因为你的是 在讲网路的时候呢 会在 是用bit来算的 ok 有些是不同的 常驻的一些这个 这个限制 好 那我们后来呢 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 我们会 正式帮大家介绍这个 这个Data Center 事实上我们Data Center 应该 要先讲了 不过这回期是因为 等一下助教要介绍 作用2了 所以我们就先把 AI training的部分 先讲完 这个Data Center 这个地方呢 通常的这接法 就是你有一堆的 这个Carter 一些这个Rate 这个机器呢 叠在一起 一个一个Rate 然后上面呢 就有个这个 Top of Rack的 这个一个Switch 来去把这个整个Rack的 这个机器把它接起来 然后呢 彼此呢 再把它去 相接在一起 然后呢 再往上接 然后呢 再有一个Core的 这个Lowden Core的这个Switch 那这个接法 你仔细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性 我特别把 什么东西呢 特别把它的平宽 把它标起来 这个是 是想自现金的这个状况 这个 这个 Duter的这个状况 有没有什么特性 大家发现 越上面越怎样 平宽越大越小 平宽要越大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越上面的时候呢 你弄得这个 要经过上面的这种 如果你是去的这个状况 的Switch的话 你要经过最上面 那种的这个 个数 就会变多 比方像说 我如果只是这个 一个server 这个这个 一个一个 一个Rack里面 可能就有好几台 server 可能这个10台 12台 这个server 必须要沟通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网路的 这个平宽 最终就是这样 但是我如果两台的时候呢 我就会希望呢 它的平宽 再往上拉 因为呢 这时候就是有20台机器 要彼此沟通 然后呢 再往上的时候呢 可能是我的四台 四个Rack的时候呢 可能我就有到40台机器呢 彼此间会来 沟通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平宽呢 就要想办法变快 要不然的话呢 你会被这个中间这个卡住 所以这种接法呢 其实也是有了 这个特殊的名字 叫Fat Tree 的这个 接线的方法 这个Fat Tree呢 比如说ComputeSize的学生 你对这个Tree应该很熟悉 那非洲呢 就有一种这个树呢 长得非常的可爱 就是 身体长得很趴 下面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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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状况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 仿照这个接线 就是我们底下的这个 这个Node呢 的线呢 这个Fat Tree 比较少 越上去的时候呢 你的Fat Tree 要越宽 越上去的时候 你的Fat Tree 要越宽 OK 那这东西呢 就是这个Fat Tree 的一个架构 你Fat Tree 要怎么来达到呢 你有可能的 各种不同的 implementation方式 第一个 你就是 你的Switch 就是越上面的 你就买越好的 第二个呢 就是 你呢 其实不用越上面买越好 你在越上面的时候 摆越多台的 Switch 你用量呢 来取代 你那个值 所以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刚才的 这个图呢 实际上就是 像这样子 比方说 两个Node 在这里 是这样子 但是呢 中间的时候呢 画两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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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量呢 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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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多 OK 所以你可以用 这个不同的 这个方式呢 想办法 达到 Fatry的效果 你不一定是要 每一个 这个Switch 都不一样 你可以用一样的 但是呢 你的用 数量呢 来这个 增广 你的这个 你的那个 那个 你的 分率 我猜 这个 好 啊 这个就是一个 示意图啊 什么叫做呢 你可以用 这个 Homogeneous 这个 这个Switch 来做 你在底层的时候 这个两两相接的 一个 这个Switch 然后呢 但是呢 你到这个 上层的时候呢 你为了让你的 Bandwidth 增宽呢 所以呢 你就变成 这两个 Switch 来 当作中间的 节点 再上去的时候呢 变成四个 再上去的时候 八个 你的这个 每层的数量 不是都一样吗 对 但是你的 Aggregate 的这个 Bandwidth 就会变高 Aggregate 这个Bandwidth 这个量呢 就会变高 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Ethernet Ethernet大家都比较熟悉 因为呢 平时都有在用 但是你如果是到比较高级点的这种 DH Center 或者是说你到这种 所谓的Super Computer 我们上次呢 有讲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华森论件 就是他们现在要 比赛谁的这个电脑的 这个力量 越强的 这个东西 它就会用到所谓的 这个 这种特质的一种 所谓的这种 网络 那它呢 走的呢 其实就不是像这种 Switch 它也是Switch 但是呢 它的这个设计呢 可能就跟Ethernet 不太一样 不是 Ethernet它毕竟走的是这种 所谓的这个 啊 CSMACD这种 Protocol 这个有时候就非得要对冲一下 非得要对冲一下 即便它是Switch的 这个架架 但是还是要 走过去 这种这个 这个Protocol 但是呢 你如果是你 KD-Band的话呢 它其实是特别呢 就是设计呢 你可以高速的这个传输 那你 这个 也是有不同的 这个规格 这个 SDR DDR QDR SDR 和EDR 目前呢 大概是这个 在EDR 可能在 这个后面都有了 所以其实现在的这个频宽 它是成一个四个这个link的话 大概就是100个这个 这个 DPS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速度 OK 那 真正的 其实到这个 这个 D-Band 这个快的这个原因 除了 它是 这种 所谓 Switch 真正的Switch 这个架构 那 走的是光鲜 大部分是光鲜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线路之外呢 实际上很重要一点 就是它 在OS里面 它做了很多的这个手脚 那主要有两个 一个东西呢 叫这个 OS Bypass 一个叫RDMA OS Bypass 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过去的时候呢 你如果是 如果是这个 Ethernet 或者说走 TCPIP的 这个Protocol 你的这个 Protocol stack 可能就很深 你要送个东西出去呢 就是要一层一层的 去加这个 风包 然后呢 你要进入 所谓的Kernel Mode呢 让它呢 去把你这个风包 把它丢出去 但是呢 在这个 引进Emband的时候呢 它做了一个 这个手脚 它呢 在你的 它的Driver底下呢 你当你的application 去给它acquire 说我要去送东西 或者是我要送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它有一块 这个buffer 或者application的 这个level 弄了一块buffer 然后呢 直接呢 让你的application呢 可以直接对 这块buffer呢 读汉写 读汉 可以对这块buffer 读汉写的 这个好处 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可以 不用去管OS了 就是你今天 写东西到网络卡的时候 然后OS是可以不用知道的 你不用把OS叫起来说 我有东西要送 然后呢 自己跑去睡觉 然后OS帮你送 然后再把你叫起来 你可以不用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直接 bypass这个OS呢 然后呢 直接去把这个 你的药的 要送出去 你要的这个 这个 资料呢 收进来 所以它的这个 迷迈甩尾 直接呢 可以去 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当然是有好处 有坏处 然后这个最大坏处 就是很危险 不过呢 目前的buffer呢 都是特规的用途 不是这种开放 不是对外开放的 这个网络架构 所以呢 在里面写的这程式呢 都是有认证过的 所以你比较 不用担心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件事情 这个搞破坏 好啊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所谓的 rdma的这个 架构 rdma的这个情形 是这样子 就是 它不但呢 在你的 不但是在 这个 这个 local的这个机器呢 你可以 bypass 这个OS呢 可以省掉很多 这些 这个content 主义取的 这个时间 可以省掉很多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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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时间之外 呃 但是 在你的 他 receive 的时候呢 其实他也会 节省很多 这个时间 哦 那 呃 我先从这个名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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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解字 来忘文生理一下 好了 什么叫做 dma the rate memory assess 是什么意思 直接记忆体存取 直接记忆体存取 你们是在 是在我们这门课 好像在第一堂 还是第二堂的时候 有讲过这个东西 就是你在搬资料的时候呢 你可以有 dma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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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sessor呢 好 去负责搬资料 你不用去 不用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去搬 那 remote dna 什么意思呢 remote dna 就是 你去把 远端的机器 假设 我现在是 node的a 然后呢 我要去送东西 给node的b呢 我去 搬这个 资料 或写这个资料 的时候 呃 我不是用 stant和receive 不是用 stant和receive 我是把 b里面的 一块 记忆体呢 看什么 是我自己的 记忆体 所以呢 我在写的时候呢 不是用stant和receive 我stant和receive 的这个麻烦 就是在哪里呢 你如果是用stant和receive的话 你必须要 acknowledge 对方 也就是说 对方的程式 或对方的OS 必须要等在那里 说 我现在有东西要送来了 或是我现在有东西要 要收了 你必须要等到两方呢 就讲好 说好 你的东西要送过来了 那我现在把东西送过去 然后呢 真的收到东西之后 我再收给acknowledge 然后刚刚他讲说 我收到东西了 这样 这个过程呢 是很久的 如果说呢 我呢 今天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今天可以把 要送给对方的东西呢 直接放在他的信箱 我不用去透过这个sant和receive 我是直接 写在他那个buffer上 你说怎么直接写在他的buffer上呢 因为呢 OS bypass的这些功能呢 可以让你呢 device接到了之后 直接呢 就是写在你的这个 这边有一块这个buffer呢 都可以直接写在这上面 所以你去把对方的这个某一块记忆体 看成是你的记忆体 你去做读写 就是等于你去做sant和measing 听起来蛮危险的 这个 所以呢 这个里面呢 都是要有专家在写 这部分的这个程式 因为 你如果写的不好的话 你可能就会出一些这个问题 但是呢 RDM这样的概念呢 实际上是非常好 这个东西呢 又叫做one-side communication 也就是说呢 我要做communication的时候 事实上只要我有一方 决定要送或要收 我就可以达成了 我不需要两边讲好 两边讲好就很麻烦 你看hand shaking 你还要这个economics来 你可能要一起去 然后还要之前的准备 然后还有可能要locate他的记忆体 然后我再去把你要的东西收进来 等等 这问题就非常的多 所以呢 RDM这个东西呢 后来呢 就 在Band上的很成功之后呢 其他的 Polocal 或其他的这个 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很好 我是不是也可以在 我的其他的网路上呢 可以来去做这一种的 communication的方式 所以呢就会有底下这几种 这个RCE RCE这个V1V2 然后呢 还有这个IWARP 这样子的一个 做法呢 就是它走的呢 还是Instagram的这个网路 我的呢 不是在硬体上跟你 你要一样 但是我Polocal方面 我至少可以学你 Polocal上学你的意思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可以 比方像我们刚刚讲的 OLED by text 比方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RDMA这样子的概念 我实际上 跟底层的这个 MT的communication 是无关的 我在软体端 我就事实上 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 OK 那所以呢 这个 无论是这个RCE呢 或是这个IWARP呢 都有类似 这样子的做法 去把这个RDMA的这个功能呢 把它implement在 Ethernet上 让它呢 也可以就是 做到one side communication的 这个 效果 让你的这个communication的时候呢 overhead的大量减少 所以有时候 网路慢 并不是慢在那条线 是慢在两端的时候呢 这两边呢 互相这个 要hand shaking啊 这Polocal 一层一层下来啊 我看到这个 加封包啊 解封包啊 然后还要做一大堆这个事情 告诉你说 一切都省掉了啊 如果说你今天是 Dedicate 我就是叫做这个 complication 只要很快的话 请用RDMA这样子的概念 来去 达成啊 好 那这个 嗯 引进一半 其实现在目前 大概 全世界就是两家公司哦 嗯 一个是这个 Mailhouse Mailhouse 后来呢 嗯 最近这个新闻 就是被那个 买走了 被那个 哎 NVIDIA 所以NVIDIA 做GPU的 后来发现了 这个卡 卡关不止 卡在这个 一个Node里面 它是卡在这个 哦 Between Nodes 就是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呢 这complication太慢 所以它把Mailhouse 这个买 这个因为是大的订购案 所以还要经过这个美国啊 欧盟啊 中国同意啊 所以呢 这个 嗯 说要买 买很久啊 但是呢 最后这个是那个 最近的那个 最近的才就是中国同意 然后才决定 啊 说可以卖一下 啊 所以就是啊 这个 这个 号称是这个史上 在以色列史上 这第二大的这个订购案 花了大概 其实好像也没有很多的 不知道几亿的这个美金啊 是几亿的这个美金 就就就就买了 嗯 那当时呢 跟NVIDIA呢 抢亲了这个人 就是当时想买Mailhouse 这家公司的人呢 还有另外一个人呢 啊 叫Intel Intel他也想去买 Infiniband的这个 这个 Mailhouse这家公司 因为他 在Infiniband这边 做的实在是非常好 啊 因为呢 Intel呢 自己本身啊 就是也觉得 要往变他生存这边去的话 这个 这个 Intel Connect 也要把它做起来 但是其实Intel本身 他什么都做啦 他这个 这个 以前就什么都做 所以很多的这些标准 也是他手上 啊 完成 就这样 啊 就 我抢亲了 没有抢成了 所以他有一个 这个 Omitite 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啊 Polico 嗯 嗯 上层也是用这个 所谓FedTree的 这个架构啊 但底层就是 就是有很多的 这些特色 啊 那这个东西的话 的 网路上的资料 相对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能够提供的资料 比较少一点 就是 啊 他列了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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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这些 这个功能啊 就就听起来像一堆广告之类 然后我去查 啊 查不太到他官方的这个资料 所以 啊 这个 用来的 目的呢 就是用来去跟Infinity Band 来对打的 啊 因为他那时候 取清不成啊 所以就就就就有自己 当然 OB Page 实际上在更早以前就自己发展了 只是 啊 发展的没有Infinity Band那么成功啊 啊 啊 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他很贵 OB Page非常的贵啊 然后呢 啊 OB Page是 有点是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封闭系统 封闭系统意思就是说 他只跟 啊 啊 Tentail的这个这个系统啊 相容这样 这样 所以 要今天要去移植他的话呢 啊 不是你这个 随便自己去买一买 这个去接啊 就可以接了起来的 好 那我们呢 今天实际上最后的时候 我们在下节课的时候呢 助教会来跟大家讲说 你们这个 这个作业呢 啊 就是要去做一下 这个Distributed的 这个Learning的一些啊 工作啊 你们在我们家做的时候 是在 是做软体啊 然后 我们呢 所以会介绍一下 两个这个 啊 常用的软体 啊 一个是这个 Google的这个 TensorFlow啊 可能有在写的 有在写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做我们的 model 都非常少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Uber 啊 这个Uber就是 去做这个 这个建设车车 和这个Uber East的 这个Uber 他做了这个 叫Hurrow 那 你说Uber 为什么会 跑进来 去做这件事情啊 啊 我听过他们 自己的 那个官方的 这个演讲 就是他们说 这个因为Uber 每天就是 经常在叫人 在叫车的时候呢 啊 就是 量太多了 然后他们要安排呢 啊 通知 离你最近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车 然后愿意的车呢 然后来去做 scheduling 那所以他们有很大量的 这一些这个 这个AI的计算要来算 啊 如果他可以predict说 啊 要接到你之后 啊 或者说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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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哪边的人潮 什么时候会最多 啊 他呢就可以 啊 在做scheduling的时候 就可以快一点 啊 其实我去了 这个美国 发现这个 非常的夸张 这个美国的 这个Uber啊 这是满街 都是这个 机场的话呢 另外一区呢 是专门开给Uber 然后那个 自己大多人 是在排这 Uber的这个 轿车 OK 所以他们自己 发展的出来一个 这个叫 horrible的这个 嗯 framework 那tensorflow 大家就非常的熟了 那当然他里面呢 在这个2.0版的时候呢 他特别把这个 多了一个叫 discuity的 strategy 这边告诉你说 你可以用一些 这个分散式的 这个学习的 这个方法 啊 来训练你的 这个model OK 那有一些的 这个 呃 常用的strategy so mirror的 central 或是这个 multi-worker mirror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情形 这个可能会 助教呢 会让我们 不过助教 好像不是用tensorflow 最后用horrible 这个感觉差比较多 啊 嗯 那有什么差别呢 嗯 这个差别 大概就是 列表 列在这里 好 就是说 我到底是 允许这个 呃 是不是跨台 是single node 还是multi-node OK 然后呢 我到底是有 central的storage 还是说 我的这个 每个gpu 上面 是要能够 放这个这个model 就是我的perimitive server 呢 到底是 啊 放在哪里 啊 第三个呢 就是我的 最后呢 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 跑这个asynchronous 的一个 这个 这个 训练啊 所以就是 perimitive server 这些呢 就有很多的 啊 这个选项 可以不过 然后你是perimitive server 然后呢 你可以 有下架构 你就可以去跑 它的这个perimitive server 这个 distributed的 这个 training 好 啊 这个东西就是 来比较一下 所谓的mirror的和这个central storage 因为呢 从上一页来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们这两个很像 啊 都是synchronous的 然后呢 都是在single node的的 这个model gpu 那 差别到底 差在哪里呢 差别是 差在 到底谁来负责 这update 那 最一个就是 centralized的 这个 训练 一个呢 就是这个 decentralized的训练 如果是你是这个mirror的话呢 你大家呢 这笔子之间 去 这些笔子之间的 互相 update 这些位置 那你如果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 central storage呢 你的cpu呢 会当做perimitive server 呢来去做这个update 来去做这个update OK 那另外呢 讲到这个 Uber的这个horror 这个是他的这个logo 很漂亮 那他呢 其实不是在一个 就是他其实不是一个 全新的一个 他事实上架在 TensorFlow啊 MPI啊 Niko等等 这些的 这个 polo上面 MPI和Niko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等一下会来 介绍一下 那底层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 Invent 也可以用 这个ROCE 我们刚才有讲过呢 是一个 提供 RDMA的 Ethernet 有提供RDMA的Ethernet 是这个 这个 ROCE的一个 这个Portacle OK 那 那 horror的事实上是架在这上面 所以其实你可以 有TensorFlow的一个 这个framework 肯定写好了 然后呢 你想办法呢 用horror的呢 想办法去做这个平行的 这个训练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 官方release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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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值 告诉你说呢 这个ID 最外空的这个黑色 就是空心的这个框框呢 是ID 就是 我有这个 比方说我128张卡的时候 我应该要加倍 到这个128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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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ID 然后呢 另外呢 这个 所谓的是 橘色的部分 叫 Disfilty的 TensorFlow 然后呢 蓝色的是 这个 horrorble 所以可以看到呢 它比TensorFlow呢 还要快 非常非常多 它比TensorFlow呢 快非常非常多 你说这个 为什么会 常用 TensorFlow不是Google写的吗 不是应该很厉害吗 秘诀呢 就是在刚刚的Oreduce 他们的Oreduce 做得非常的棒 所以呢 这个就大胜这样 另外这张图呢 秀的是 有没有 用InfiniteBand 或者是没有用InfiniteBand 就是你如果是用这个TTP EaseNet 这样子 这个架构的以下呢 是用浅蓝色的 用这个RDMA 5D1Band的话 你会得到这个 色蓝色的 所以越高越好 越接近 ID的这个东西越好 这些是一些 这个网络 InfiniteBand InfiniteBand MegicG scale 这是他的一个 这个情况 好 那我们介绍最后呢 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 Horrible的底下用的 这个MPI 他跟NICO到底是什么东西 哦 所以如果你们有去修 这个周教授的 这个平行计算的话 大家就知道MPI 是什么 MegicPation的一个 这个interface 它呢 是来做这些平行的 这个计算 里面一个常用的 cluster里面 做平行计算 常用的一个 一个programming的 一个架构 那 几个 一个 几个 长的operations呢 像 ProCase Skater Skater就把资料 散出去 ProCase 是把一样的资料 散出去 Skater是把 这个物样资料 散到各点去 Gater呢 是把资料 全部都把它 抓进来 那Reduce呢 就是你去 抓进来的时候 顺便做一下 operation 比方说你要找 这个最大值 你要去把它算平均 你要去把它算加总 等等的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 这个 MPI的这个介绍 有兴趣的同学 请去修 这个周教授的 这个平均程式设计 好 那 这个是一个软件 同样呢 这个NVIDIA 它在里面呢 它提供的这个Library 这个MatiGPU的 MatiNode的这个 因为GPU呢 本身有比较特殊的一些 communication的一些 这个特性 比方说呢 它其实后来呢 买了这个MatiLoss之后呢 这个GPU呢 不但是可以直接跟GPU沟通 它GPU呢 可以直接跟 InveneBay的 这个网路卡 直接沟通 所以呢 这个以后呢 它要跟 在不同台里面的GPU呢 它们要彼此讲话呢 是可以完全不用去管这个OS的 它直接就是 GPU跟InveneBay的讲 InveneBay的就到其他台去 然后其他台的这个GPU就拿到了这样 完全呢 就是这个 无视于这个OS的存在 这个东西 大概就是有一套的Library 就是他们自己内地的一个 这个NICO的Library 来做这件事情 好 这个东西就是对于这个硬体的一些加速 或对Communication加速的一个介绍 所以 在这边其实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特别要强调一下 就是 Performance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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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问题啊 也就是说你今天 训练的效果为什么不好 你们在第二个作业的时候呢 就会去让你们用 两个Node啊 包括我们都在Virtual Machine上做 所以 两个Virtual Machine 来训练看看呢 到底你的这个可以 跟一个这个Virtual Machine 到底比起来 速度到底差多少 但是呢 你有时候发现 你的这个效能怎么 好像没有这个快一倍 本来说你可能要训练个 这个 这个 十分钟呢 他怎么 这个 两台Virtual Machine 没有办法 这五分钟之内解决 可能只快了一点点啊 比方说 十分钟变成八分钟 变成七分钟 这时候其实你就要去 想一想说 到底是卡在哪里哦 因为呢 真正在整个平行的过程中 不只是只有计算 不是说把计算 直接切成两半就好了 他身上还有很多的是 在做Communication 而这Communication 是你在单台做的时候 不需要的 那你就会 播出这些东西出来 让你的这个 这个时间 变慢 好 那我们刚好 刚刚的段落 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没有的话 我们就先下课休息一下 下节课开始的时候 助教应该会过来 讲作业二 所以 这个 就留下来听一下 这个作业二 然后助教讲完之后 还有时间的话 我会把剩下的 这几个讲完 好 那我们先下课吧 太快了 它是OpenMPI 不是OpenMP 这是两个不太一样 OpenMP是这个 这个Multi Code里面 也是这个 做Multi Street的平行 然后这个OpenMPI 是MPI的一个版本 所以MPI这个标准 底下有很多的一些 不同的这些 不同的这些 这个Library 都有implement这个标准 然后OpenMPI 应该是Linux底下 要装最好装的一个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